当时我所了解就是,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在哪一天,周玉清在议会里面,他就挑战袁天璐要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就到议会厅外面去讲,但是袁天璐是怎么样回应周玉清的这个要求呢? 那么第一天呢,就是二号当天也是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第二天呢,也是同样的,我们重复性的,第三天我们也是重复性的要求他到议会里面去,到议会外面去说,重复你的说法,那么当时呢,袁天璐初出的时候呢,他只是笑笑,站着笑笑这样子,没有给一人的回应,后来呢,我们从记者的口中说到,听到呢,就是说,他说我在议会里面提,我不会在外面提, 所以,这样子的说法呢,我是认为,他没有把握,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到议会厅外面去,他还是要依赖着这个议会厅里面的这个免控权呢,来提出一些没有证据,没有根据的说法,还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才有这个勇气提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说法呢,是选择性的,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恶意性的。 所以,据你了解,在这个过程中间,第二天在电视台里面,在乌兔山的这个报章封面这些,他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报道,做了一个怎样子的描述呢? 那么在乌兔山的封面呢,他就放了两张照片,就是林冠英和这所谓的这位另外一位女性,人头罩。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报导方式呢 让人家一看下去呢 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那么虽然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完全没有发生过 不过这样子的报导方式呢 先让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是不是涉及到好像说一些比较 好像很不道德的事情了 等等就是他要把整个东西带出来 让全国人民去同样的同个时候呢 去发出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说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 所以这样子的报导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有提到提到什么事情吗 他有提到就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他的报导内容就是提到州议会里面 袁天璐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然后周一清呢 对周一清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周一清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当时周一清反应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嘛 我怎么样去回应你这个问题呢 是或者不是 我都觉得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第一他离题了非常远 第二呢就是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去跟你说有或者没有的话 就是等于在回应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你回应了这个问题是或者不是的时候 接下来就有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直接除了第一道问题 我们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也是跟他同样的会回答 那么对越回答越多的时候呢 这个报章的形容就越来越远 就越描越黑去 所以我觉得 直接了当的就是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这个根本没有发生过 对啊 刚才就好像刚才我加码问你的 你是不是还是出了 这个问题 你答是 你也是被人家追问下去 你答不是 你也是被人家追问下去 所以如果这个是我的事实 我有选择性 我不答你这个一个问题 这个人在西方 西方的国家里面 就是因为 就好像我们讲的 隐私 这个是我的私人权 我有结队 我不可以向你公布 是不是刚刚我们讲说 知情权就好像 过后延伸到一个报章上 讲说 作为一个公众 有这个知情权 到底我们作为民众 我们能不能够分开 今天作为一个公众论路 我们不要讲政治论路 包括这种所谓的明星 我们到底是 关心他歌唱的好 还是戏拍的好 重要点呢 还是他的私生活 来得更加重要 如果是在娱乐界上面来看 他是并行的 他要有这个新闻 我认为如果你今天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作为一个人民 你去在意别人的私生活 把他放得很大了 我认为不成熟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在意 今天如果你做好 就好像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今天我的经理 他只要把工作他做得好 他可以带领我们 整个的业绩 不过老师讲 这种猎奇的心态 很多人都有这种猎奇心态 我都想知道 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人身上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问题在于说 我觉得你有 你想要知道的这一面 但是呢 他也有他的权利 维护他自己个人的 这个隐私啊 或者是他个人的权利的这一面 对不对 但为什么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 在州议会里面 阎天璐要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讲了 这件事情 真的跟州里面的议题 没有什么关联的 没有什么关联的 他怎么样去解释 阎天璐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呢 我看在几天前 他在中国报的一个评论里面有说到 这个知情权 然后一些马华州领袖也跳出来 每个人都说 这个是知情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理由 因为在整个事件上呢 我们到州议会里面 州立法议会 我们叫州立法议员 那么去州立法议会开会呢 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要知道的是州立下的这个法律 对人民的这个和人民的关系 然后州的这个行政 州的政策等等 对人民的这个影响 这个才是我们想知道的 如果说我们要有这个知情权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也要知道 这个蔡希丽光碟里面 那个女主角是谁 叫什么名字 多少岁了 她目前在什么地方 跟蔡希丽有过多少次这样子的关系 每次是不是在同一个酒店 同间房子和同间 那个是肯定有的 同一个酒店 同一个房间 那个是她承得了的 我们还想知道 蔡希丽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招式 我在喜欢知道 蔡希丽用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安全套 谁会 她将来可以做这个品牌安全套的代言人 我们还有 有没有这个知情权要知道就是说蔡希丽有没有得过病 她好像没有用安全套了 这样吗 有有有 你再看好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OK你讲的东西 如果我们作为老百姓去关心这一些你刚才所指的问题的 我认为才是可悲 我们倒是要指责我们作为民众要有理智点到我们要去指责 谁去拍摄这样的光碟来得更加好 为什么整个社会的疑问没有人去指责这样的东西 也没有去人家指责在这个网络上上播这个谣言的人 我们没有人去社会针对这一群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指责 是 所以你就把整个东西好像认为是理所当了 做这些小人的东西 所以我就讲对这个知情权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待斟酌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你有知情权 但你的知情权是在于对于国家的大事 对吧 对于政策的层面 对于这个州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央政府也好 在推行的某项计划 这些上面的知情权你是有 但是你没有这个知情权 对于每个人的隐私 每个领袖做了什么东西 这不是你的知情权 这个东西 我感觉到比较可悲的东西 当今天有人在州议会里面 发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好像也有人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出来 就讲说在国会里面 也有反对党的人员里面 在问阿丹杜亚这个事件上也是 但是我们要分清楚的 私利跟公利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因为这个是关系到国家的一个领袖 还滥用了这个到底这样的弊端 找了这样的公关小姐 用了到底这样买了这个所谓的武器的东西的 的弊端的后面的延伸 如果跟今天一个议员里面 他私人的生活 他自己私底下 有这样的一种的分外情 跟国家的公利 对我们的这种的东西 社会的影响力 有直接的影响吗 我们要成熟一点 我们要分开一点 就好像克林顿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克林顿作为一个总统里面 他跟外面他私生活 可能在整个美国的社会的议论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在他办公室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因为你滥用了你那个神圣的一个地方 你做出不对的东西的时候 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的 来商讨这个问题 幸亏蔡希利用的是那间酒店的房子 如果他用的是这个卫生部部长办公室 隔壁的那个休息间的话怎么办 我就是讲加码 就是说今天如果 我那时候蔡希利的光铁出来 我是挺蔡希利的 虽然他是不道德 不道德他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整个社会 他对不起他的家里的 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他要为这个东西来承担 我们不要有用社会的议论 就做回他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就把它抹黑掉 如果今天他开了房间 是由卫生部级有关当机 来付这个酒店的费用 他才是牵扯到各个国家的利益 我们才能够指着他 他不要像廖宗来那样说我不知道 这个我的车牌是谁 至少在那一段时间 他敢做敢当 我敬佩他 但是他不懂得李毅廉慈 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在华人社会里面 出席的他的宴会里面 听了都超反感 他讲我的丑闻不比安华多 那他讲这句话呢 台下的人坐在那边 吃他的宴会的人 坐在那边过话叫 这种人他也敢讲 安华的事件是没有被人看光光 他反而是被人家看光光 他还认为他很光荣 我的丑闻不比安华多 到底怎么样才来比的丑闻 你知道李毅廉慈你今天就来讲说 他今天敢做又敢当 这个是好像说把整个美化掉 我今天偷情被我太太做到是蓝人的一个本色 你又把这个东西你越磨越黑的时候 你在倒自己的迷迷 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据说你们行动党的几位州议员 已经是被逐出这个议会厅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你们就没有办法论御议政 你们对州议会的这种惩罚 心甘情愿接受 只是不可以入州议会里面 但是薪资还有吗 还是薪资也被冻结吗 还是薪资没有冻结 我们对于州议会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们当然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州议会经常都会以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你不能够踏进州议会 半年两天三个月等等 我已经是第三次被禁足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提出一些问题了 就好像说 他说华人赌博是华人的文化 这个不能够拿来谈论哪一个种族 这个问题你去交给袁天路去回答 是当时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有针锋相对在里面 然后我们只是要一讲说 提议的人说的人把这个话收回来 那么就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他们就连收回的那种勇气都没有 那么在这个事件上 在这一次的事件上 我们也只是要他收回这段 这小段的言论说 我如果是伤害了任何人 不小心的伤害了任何人 你只要把这个话收回来 我们就觉得满意了 因为最起码是个人说法 那他当然不能说 就是他自己精心策划的一样东西 收回来我们就全功尽弃了 所以当他说 他不能够收回来的时候 他说这个只是一个提问 不是一个 这个 他说 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么当时呢 周一庆有给予反驳 这个是有 含有诡谤性的提问 就是要引出更多的问题 引出更多的问号 让人家去思考 那么思考并不是往好的一方面去思考 就往坏的一方面去思考 与其实际的人 那是我们的首席部长 我们的秘书长呢 虽然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但是人家对他的私生活感到非常兴趣 可能思考的范围更加广了 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子去摧毁 一个人的私人生活 和我们的这个行动党的名誉 和一个并州首席部长的一个身份等等 他们都要想办法去摧毁他们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们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当我们在州议会里面 当也要提出一些正确的看法 让州议会去考虑 去做一个判断 是不是应该收回 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 并没有去准备要收回 或者给出一些更好的理由 那么就说 因为我们在里面制造了一些混乱 就马上说 宗此这五个人 五个议员都宗此 半年不能够进来走议会里面开会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是好像说 他们已经是 已经乱了 已经没有办法去 乱了方寸 对 乱了已经不能够去控制整个议会 也不能给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 当时州议清讲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议长和一些议员 涉及到后面一些议程 就是个人的议程 密谋 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当时州议清甚至叫议长说 你在这可兰镜上去发誓 有没有参与这个密谋 所以议长也不能够回答 所以就快快的 就有一位行政员站起来提议说 因为这几位不听议长的指示 制造一些混乱 然后就马上就宗此了 我们几位议员的这个资格 就说禁足了 不能够进来州议会半个月 半年 然后就这样子 赶快就结束了 整个议会就休会了 就这样子就完了 好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回来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